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A B O AB RH 阴性 这不是什么英文缩写或代码 而是流淌在我们身上的血液类型 广西南宁有一家黎氏三姐妹 她们都是最为稀有的RH阴性性 奇特的血型不凡的精力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熊猫写三姐妹 2012年3月的一天夜里 南宁市某医院内一位产妇因难产 急需实施剖腹手术 然而这位产妇是A型RH阴性血 当时院方搜遍南宁所有血库 也没有凑够她的手术用血 RH阴性血型就称为熊猫血 在中国汉族及广大的大部分少数民族里面 大约RH阴性血型大约是占到了千分之三 意思说一千个人里面 大约只有三个是RH阴性的这么一个血型 情况紧急 南宁市中心血栈的工作人员 立即从资料库中调出全市RH阴性 线血人员的名单进行查询 目前我们来的是等级再测的 等级再测大约是800多人 800多人里面又分了RH阴性 A型的B型的O型的和ABO型的四种 听站长这么一说 您就知道为什么RH阴性血 叫熊猫血型了 仅仅千分之三的概率 这已经够少的了 可就在这少之又少的部分里 还包括了RH阴性 A型B型O型AB型四种血型 可想而知 一时半会儿要凑够那位 男产孕妇的手术用血 这难度得多大 当时已经是凌晨了 虽然明知道这个时间 大伙都休息了 但性命攸关 工作人员过不了那么多了 按照稀有血型 献血者的名单 挨个地打电话 结果那边不是关机 就是因为各种原因 拒绝了危急关头 就跟那个大片里演的似的 总有英雄人物挺身而出 南宁血战最后的希望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里的主人公 熊猫血三姐妹 凌晨三点 熊猫血三姐妹中的老大 李雪莹 接到血战的求助电话 她毫不犹豫就同意立即献血 然而经过了解 李雪莹距离上一次 无偿献血的时间 还差十天 才到规定的半年期限 因此 血战现在还不能采集她的血液 然后我就跟那个打电话的工作人员 说十天应该不会有影响 如果很急的话 我可以卸 但是那个血血法规定 很严格的 一定要够六个月 才让我们卸 血血法规定的 全血的捐献间隔时期 是六个月 不足六个月的不能卸 既然熊猫血三姐妹中老大 李雪莹无法献血救人 南宁市血战 立刻启动下一个救援方案 立即拨打老二 李雪莹的电话 我正在上班的路上 就接到血战打来的电话 告诉我说 有一位孕妇难产了 继续用血去动手术 听说已经苦苦的挣扎了 一个晚上 已经就说 已经是很紧急了 如果说再迟的话 就怕大人和小孩都有危险 如此紧急 李雪莹二话没说 就准备去血战 我挺着急的 那时候我就跟血战的人说 那我先马上下车打 滴过去吧 我就是这么说的 但是血战的人 他就说 在上班高峰期晒车嘛 他就说 不用了 我们就分两头赶 你从那里赶到市政府 他们就从血战那边派一部 那个血血车 转程赶过去 踩血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着 就在现血车前去与离血垒 会合的途中 从医院传来消息 那位难产的孕妇 已经处于婚离状态 此刻生命危在旦处 必须立即进行手术 所以那个工作人员就跟我说 能不能限400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 再去联系上下一个人来 限血了 他说我们已经整整联系了一个晚上 我三妹的话呢 身体确实比较弱一点 所以她平时去限血的话呢 她也都不敢限到400 都是200的 当时面对血栈工作人员的请求 尽管离血垒深知自己体弱多病 难以承受一次性400毫升的限血量 但是人命关天 她只得豁出去了 当时的情况已经不容我去想 这个后果了 只是想着那位孕妇还有孩子 都挺危险的嘛 就想就一心想着 能赶快把血掀出来了 拿过去让他们动手术 就抢救他们吧 由于得到了及时的血液供应 最终那位孕妇成功地 接受了剖腹手术 而限血者离血垒却倒下了 我就冤了一天 在床上冤了一天 但是我那天 我听到她血了400毫升 我挺感动的 你为什么觉得挺感动的 因为她 我当时是也在想 我每次捐出400毫升 也就只有一个人 她这一次的话呢 一下就救了两个 比我那个厉害多了 事后对于黎学磊 奋不顾身 献血救人的行为 熊猫血三姐妹中 最小的妹妹黎黎 既敬佩又心疼 看着躺在床上 身体极度虚弱的姐姐 她恨不能当初自己 代替姐姐去献血救人 不发生你心里有伤害吗 没伤害的 因为我都是卸完了 就继续去上班 我觉得没什么的 从小我那个体质就挺好的 老大不行 老二顶上 老二有事了 老三在上 只要有人急需救助 他们从不退缩 每当戏有血型告急 他们三个人就像接力赛一样 总是第一时间冲在前面 这就是文明难明的 熊猫血三姐妹 他们叫黎雪盈 黎雪磊和黎黎 黎家的三朵金花 因为在他们的身体里 都流淌着稀有的 A型RH阴性血 他们又曾经屡次在 危难关头献血救人 所以他们也被人称为是 熊猫三侠 那既然是侠女 那救人的事迹 就肯定不止这一期 1997年 依次偶然的机会 23岁的黎雪盈 加入到了无偿献血的队伍中 当天只是纯粹地 跟朋友去逛逛街 然后就经过我们 朝阳花园的时候 当时刚好大力宣传 这个无偿献血 血站的话 就在朝阳花园那里 摆了很多的宣传浮华 还有宣传的那个 就是宣传嘛 后来就感觉有点好奇 就上车去 第一次宣传 从那以后 热爱公益的黎雪盈 便一发不可收拾 每年都会无偿献血一次 开头几年 还只是她单兵作战 直到2002年 来自南宁市血站的一封信 才彻底改变了 黎家姐妹的生活 我是接到雪站的一封信 上面就告诉我说 检测出我的血型 是稀有血型 当时我看到这信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什么叫 稀有血型 然后就打了电话 去问他们 刚开始挺紧张的时候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我身体有什么问题 还挺吓了一跳 当时为了消除 李雪盈的恐惧心理 雪站工作人员 赶紧向她详细介绍了 有关RH阴性血液的相关知识 让我知道以后要用血 或者在别的方面都要注意 然后也希望我能继续 无偿献血下去 帮助更多的人 一听说李雪盈 是A型RH阴性稀有血型 李家其他几个姐妹 是又惊又喜 受好奇心的驱使 大家也都想去化验一下 自己的血型 因为之前我对这个血型 是怀有一种很向往的心情 我看过一篇报道 他一时是外省有一个人 他是出了严重的车祸 后面送往医院的时候 他就发现 医生查出来 就发现他是RH阴性的 RH阴性血 后面就举行这种血动手术 后面的那个车祸患者 就是因为没有及时地得到 那个血缘去动手术 就去世了 当时给你触动挺大的 是吗 对对对 几天之后 李家的姐妹们集体来到血栈 做了此血型化验 结果一出来 大家都惊呆了 原本只有千分之三概率的 RH阴性稀有血型 在这个家庭 竟然一下子就出现了三例 这种概率 因为正好的家里面 有几姐妹 这个更少了 这个是更少了 因为有可能也是RH阴 也是RH阴性 就像她大姐 就是RH阴性的 后面的三个 二姐三姐 小妹就是RH阴性 我说这个怎么搞的 我们都没有大 三个都有的 感觉就像自己 中了大奖一样的 那种心情 自从李家三朵金花 得知自己是稀有血型 在父母的支持之下 他们便纷纷加入到 义务献血的行列中 毕竟我们这个血型 比较少嘛 所以的话呢 想着说 能够自己献出一份的话呢 就有可能能够 缓救一个人 或者一个家庭嘛 献血是为了救援的 我也该救就这样 就该帮就帮 有这个血型 就等于社会一起 附给你一种思言 一种既有思言 那你都社会的回报 都社会的贡献 也是你一种责任的一幕 谈起多年来 献血的经历 三姐妹中最小的李李 可谓是最艰难了 因为她身体雷弱 最初献血时 曾多次被血栈工作人员 拒之门外 因为她体重不够嘛 她去血栈去了几次 也都没有能够献出这个 从我大一的时候 我也是想去献过 然后当时呢 他们看了我以后 他们就说年龄不够 我说我已经够了 然后的话 又一看我那个体型 他就说那你有多少肌呀 然后我一看那个血车 上面写有45公斤嘛 然后我就只能走开了 为了能够尽快和姐姐们 一起去献血 李李开始暗地里展开增肥行动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几年的努力 李李终于如愿以偿了 一查到她过了九十 马上去献血了 很高兴我能够加入到 他们的行列 如今在两位姐姐的带领之下 小妹李李也成了南宁血栈里 稀有血型的献血大户 我也以二姐为目标吧 反正就是总想赶上他们的步伐 对所以我也是要求自己 就是说一年一定要限两次 2006年以前 因为受到保存技术的限制 南宁还没有长期储存血液的设备 采集到的血液只能保存35天 为了防止浪费 针对稀有血型的特殊情况 血栈一般只有在急需用血的情况下 才会通知RH阴性献血者前来采血 对你们来讲 就等于你们成为一个像救火队员 随时等着 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就电话基本上都没有在关过了 就从来不关系 对随时都看着说 但是也觉得挺高兴挺兴奋的 真希望哪天能够接到电话 因为所以接到电话那肯定就是有人需要用血了嘛 那就等于去救人一样的嘛 因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要去献血救人 于是手机24小时开机 献血症常年揣在身上 这已经成为熊猫血三姐妹的习惯了 多年来 为了献血救人这份公益事业 三姐妹平时也尽量不离开南宁 更别提全家一起外出旅游了 这三个是主力军的 这个血型的 它是RH阴性阿姨型的主力军相当于 如果他们同时离开南宁 当时是有点紧张 怕万一有这个血型需要的人用血的时候 就非常紧张 所以当时他们也是比较响应我们的号车 就是一般不同时离开南宁 如今随着科技进步 南宁市建立了稀有血型红细胞保存库 采集的新鲜血液至少可以保存五年了 现在三姐妹虽然不用再充当救货队员的角色了 但是三姐妹每隔半年 还是会自己主动到血栈献血 因为毕竟本身我们这种稀有人群 能够献血的人也是少一些 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献一份爱心 这样子也多一份力量 据统计从1997年至今 熊猫血三姊妹已经累计献出 九千多毫升的血液 其中大姐李雪盈献血达五千八百毫升 相当于一个正常常年人体内的全部血液量 也就是说李雪盈已经把自己全身的血液 完成了一次轮回 我血了19次 如果说每一次都能救活一条 鲜活的生命的话 那应该是救了19个 也希望我能继续五千血下去 帮助更多的人 我就是AB型血 但是我不是RH阴性血 所以我很难体会三姐妹献血救人时候的那种种感受 不过我猜啊 一 那肯定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满足感 我身体里的血能救别人的命 其他人干着急使不上劲 救我行 那肯定特别自豪 二 就因为我的血型特殊 所以我就经常会被别人需要 需要我献血 需要我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那肯定对我自己的生活也有影响 您想啊 什么事能比救人一命更紧迫更重要啊 所以一有这种情况 我就得放下我自己的事赶过去救人 这么一来救人性命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某种使命了 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一种生活 这种成就感很崇高 但是很容易实现 就一个条件 是不是熊猫血型 没关系 得像功夫熊猫一样 摘心仁厚 狭肝一胆 那才是关键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他是十八大代表 他靠稻田养蟹成了名 十年前 却因为一份傻子合同 让他深陷绝境 二十年 他执着于自己的梦想 一心想带着乡亲们养蟹致富 他是贫困母亲 他们是万千蟹农 他们又是为何不离不弃 一路走来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小冬养蟹记